欢迎收看《蓝二公子的病娇期》 本视频由编外书童制作 未经允许 请勿搬运第五集 聂怀桑陪着魏无羡去蓝室 聂怀桑盯着他唇道 魏兄 你这嘴怎么那么肿啊 难不成被蚊子咬了 脖子也有 魏无羡抬手摸了一下脖子 捂着嘴咳着 嗯 这蚊子挺多的 把魏兄咬得到处都有红痕 昨晚有一只超级大的蚊子 咬得他差点没气了 魏无羡压下心里的悸动 唇角微微上扬 显然一副心情很好的样子 走到自己的位置上做好 聂怀桑 要不是他看话本子和春宫册看多了 都要相信魏无羡的话了 这明明就是亲红的 不过 魏兄不说 他也不会问的 继续我不知道 我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 民间流传的七夕节 也叫奇巧节到了 一下课众多人三五成群都去了彩衣镇 云深不知处 往日的热闹突然安静了下来 魏无羡和蓝旺基坐在蓝室里 他本来也想和聂怀桑一起去玩的 但走得有点远 他身子若走不了那么远就不去了 等人都走完了蓝溪尘走过来锁门 因这两天放假 给他们放松放松心态 结果就见还有两个人坐在那里 旺基 魏公子你们不去玩吗 今天可是采一阵热闹的一天 魏无羡 蓝宗主 蓝旺基 兄长 二人喊了人后 蓝旺基 又道 兄长 我和魏英先走了 蓝溪尘点点头 去吧 蓝旺基拉着魏无羡的手 走出了蓝室 蓝溪尘看着二人手牵手的样子 一阵惊讶 旺基什么时候和魏公子那么好了 还能手牵手的那种 那这种情况就是俩人已经在一起了 蓝溪尘震惊后 又恢复了好心情 不错 这弟妹看着就不错 蓝旺基侧目 看着他道 魏英 要去看看吗 魏无羡微微皱着眉头有点远 我不想走 蓝旺基照出碧尘 踩了上去 一把搂过他 我们遇见去 不走路 蓝旺基 魏无羡笑道 好 二人很快就来到了采一阵 现在是傍晚时分 确实很热闹 熙熙攘攘的人群 有不少都是一对一对的小情侣和夫妻 蓝旺基买了魏无羡喜欢吃的糖葫芦和琵琶 再买了两盏花灯 挑了一个还算比较清静的地方把东西放好 蓝旺基点亮了一盏花灯递给了魏无羡魏英 这个给你 那我先许愿了 说着 魏无羡接过花灯 闭上漂亮的桃花岩 许了一个小小的愿望 这个愿望只有他知道 蓝旺基静静地看着他侧颜 微亮的烛光映在那俊美的脸上 只见魏无羡笑弯了嘴角 似乎是许了一个令他很开心的愿望 蓝旺基也许了一个 他的愿望是希望魏英的愿望能实现 魏无羡许完愿望后 将花灯放进盒里 看着蓝旺基祈祷 蓝湛 你不许愿吗 许了 那么快 嗯 蓝旺基将已经包好的琵琶喂到他嘴边 魏无羡张嘴咬了一口 聂怀桑朵在一个角落里方便完 就看见蓝旺基和魏无羡这两个人你浓我浓的 吓他有生之年居然还能再次看见蓝旺基笑 吓死个人 虽然蓝旺基笑得很好看 但他不敢多看 聂怀桑赶忙提着裤子走了 不能让他们看见自己 魏无羡还想去玩的 但是被蓝旺基投喂得多了 肚子有点撑坐在石凳上不肯动了 蓝旺基只好一手搂过他的腰 一手替他揉着肚子道 我的错 魏无羡冷哼道 就是你的错 等肚子不怎么称时 魏无羡拉着蓝旺基去了猜谜语哪里 挤进去指着那个漂亮的兔子道 老板 那兔子的谜语是什么 老板故作玄虚道 冬瓜 西瓜 南瓜 黄瓜都能吃 那什么瓜不能吃 众人犯难了 还有什么瓜不能吃 寂静一阵后 蓝旺基低声在魏无羡耳边说了两个字 魏无羡扑吃一笑 我知道 傻瓜不能吃 对不对 老板笑道 恭喜这位公子答对了 来 这个玉兔子给你 魏无羡接过那精致漂亮的兔子笑道 蓝湛 这兔子放在静视好不好 蓝旺基抬手揉了揉他脑袋前笑道 好 先回去 风有点大 嗯 晚风吹得有点大 蓝旺基怕他染上风寒 带着他回了静视 静视 魏无羡把那两件小玩意摆在了桌子上 这一看觉得不好 又放在蓝旺基经常弹琴坐的那个横桌上 也不好 魏无羡又拿了起来 小声嘟嘟囔囔着不行不行 等一下妨碍蓝湛弹琴 蓝旺基见他转来转去的 拿过他手中的物件放在书架上 魏英 就放这里 魏无羡小壳了一会儿 点点头表示 可以 蓝旺基握着他微凉的手道 魏英 你手很凉 是不是晚风吹多了 魏无羡怕他担心 道 不是 我这从小就是身子凉 不用担心 蓝旺基将人抱到床榻上放好 魏无羡双手搂过他脖梗道 要贴贴 还要轻轻抱抱 蓝旺基依他 躺下盖好被子搂过他 动作轻柔地与他接着吻 魏无羡被亲的迷糊 想要睡着时 恍惚间就听见了一道浅浅的笑声 魏无羡将脸埋进他怀里道 别笑了 我想睡觉 蓝旺基搂着他 声音柔和道 嗯 不笑 睡吧 魏无羡一觉睡到了中午还没醒 其间 蓝旺基本想叫他起来吃早膳的 可看见他熟睡安静的样子 又不忍心打扰他 只好任他睡到了现在 太阳从窗户照了进来 光线刺到他眼 魏无羡有些气道 嗯 蓝湛 蓝二哥哥 文言 蓝旺基走过去 替他盖好被子 摸着他红润的脸道 怎么了 魏无羡缩在被窝里 嘟囔着太阳 蓝旺基立马就懂了 这时还没睡够 就被光线弄得半醒来 拉起窗帘挡住光线 坐回床边上 轻轻拍着他的后背道 再睡会儿 嗯 魏无羡抱着 那坛香味的被子 再次入睡 蓝旺基 轻轻拍着他后背 见他已经入睡了 走出了静视 韩世 蓝西晨和蓝旺基 坐在桌前 见蓝旺基 半想都不开口 只是看着他不说话 身为毒地基的蓝西 陈立马懂了 试探性道 何为公子有关 蓝旺基点头 兄长 你这辈子都不会有 小侄女或小侄子了 我和魏英两情相悦 她是我的命定之人 墨俄都被魏英 拿着玩了好几次了 蓝西晨依然一脸 温和的笑意无事 蓝家只求命定之人 蓝旺基又犯难了 魏宗主只有一个毒苗 他会愿意 让魏英道姑苏吗 蓝西晨瞧出了 蓝旺基的顾虑 笑道 旺基且放心 兄长会和叔父说的 让叔父去和魏宗主说 蓝旺基道 兄长辛苦了 但愿兄长 不要被叔父骂就好 蓝西晨道 不辛苦 看到你幸福 我就很开心 兄弟二人 又说了好一会儿的话 蓝旺基担心 魏无羡醒来找不到他 就先走了 蓝西晨 无形中吃了一顿狗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 订阅